這個地方已經開始比較解禁了 所以其實這兩邊的對比 讓大家覺得是相當有趣的現象 那麼其實今天的主題就是 依照我去年2月8號剛剛講 在這個世界一面整形大會 所給了四個演講 把它融合而成的 那大概演講時間我估計大概一個小時多一點 那希望可以帶給大家一些 有關於這個顏面 這個如何變年輕的一些 然後基本的知識 還有也讓大家有一些 對於這個如何讓臉保持年輕這樣一件事情 能夠最新的這個科技的進展 有一些簡單的概念 那我在這個顏面整形 也就是去年2020年世界顏面整形大會給了 第一個就是那幾個主題 第一個就是利用一個3D鏈印的裝置 來對抗這個顏面的這個老暴問題 那第二個呢 就是說利用我們就是複習大概1992年 就是我開始當整形外科醫師 一直到去年大概一共有28年的時間 那的一些經驗 然後我自然其實指導也大概快30年了 做整形也大概26、27年 那這邊的經驗也跟大家分享 那最後這樣就是說大家最近都在提了很多 有關於這個利用脂肪、幹細胞等等這樣的科技 讓臉變年輕 然後剛剛提到的這個3D的這個列印的一個裝置 那這個四個演講在顏面整形大會算是一氣呵成 那在這邊當然就是要把四個演講聚合在一起 那也不能講太多細節 那就但是我盡可能給大家對於這個整個有關於顏面 如何讓顏面保持年輕 或讓顏面恢復年輕的這個目前的技術 讓大家都有一個簡單的概念 那這是我的disclosure 就是我們目前disclosure 就是反正我們美國整形外科學會規定 所有人給演講等等 都要跟大家講說你有些什麼公司 有些什麼診所 這是目前跟我們有關的一些公司 在台灣、大陸、香港、柬埔寨、馬來西亞 都有跟我們有合作的不同的機構 那第一部分當然就講一些基本的話題 那其實我當然其實今天這個演講裡面多少 還是會帶一點就是上禮拜演講 有關於這個新冠的這個議題 希望可以大家有一些那個一些基本的一些知識 或者一些比較不一樣的看法 那麼從這個其實當醫生啊 當然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 但是他的原理其實最重要的原理只有一個叫do know 那基本他講的意思就是這個就是西伯拉底 從幾千年前開始有醫療開始 然後他就很明確的告訴所有的從事醫護行業的 都要遵守這條準則 那這意思就是說他必須要避免所有故意的事情 intentional wrongdoing 就不能說故意為了自己的利益 或自己的這種偏好或喜好 故意的去abusing不管男人女人的身體 不能造成別人對身體的傷害 這個是原則很重要 那其實這是我剛剛才有網路上看到的事情 就是又講台灣現在就很多這種這一類的新聞 就是說比如台南一個新聞快訊 他說某某人打了一個疫苗 然後發現猝死在家中 那其實上禮拜講了新冠肺炎的時候 有很多人問我這個事情 就是說比如打AZ疫苗 打莫德納疫苗 莫德納疫苗 或者哪一個疫苗比較安全 哪一個都沒有危險等等 那其實我不敢跟我們不是 就像我上禮拜講完 我也不是疫苗專家 也不會跟大家講到哪個疫苗 但是其實這個東西就是 右邊這個顯示就是台灣老人家打疫苗的狀態 那台北的溫度可能動得室內 就可能到三六七度 室內可能有三十八 甚至體感到四十度 那你知道八九十歲的老人家在那一邊 排隊打疫苗 排了兩三個小時不喝水 那血漿 因為老人家平常有一些慢性疾病 那你血液濃度會快速增加 也會造成一些其他疾病或甚至於猝死的風險 所以大家不管怎麼弄 雖然醫生也不是故意說要讓老人家脫水或中暑等等 但是這一類的事情 所以我看到這樣的影像都是很痛心 覺得說其實應該要有更好的規劃 不要誤導客戶 不應該誤導民眾在這個時候 然後不必要的風險 好 那這是我在芝加哥大學的醫學院院長 他很早就告訴我們 在我們入醫學院的第一天告訴我們一句話 那你如果想要變成一個醫生 If you want to be a doctor 那you are always a student 你永遠就是個學生 那這個其實告訴我們一件事 就是說其實像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一樣 你如果真的對於你的行業很認真 很執著很重視的話 那其實唯一的方法就是要不斷不斷地學習 就是要不斷地學習 別無他法 那我們用這個來看一下 跟這個台灣的這個新冠還是有點關係的 一個簡單的一個話題 其實這個是大家都知道從去年 就從今天演講一開始講 去年2月8號到最近到5月 台灣其實在全世界這個 這個Broomburg的ranking都是排在前面前五名 沒有問題台灣一直就在這邊 但是大家也可以也都知道 在從5月15開始到現在短短的一個多月裡面 台灣的ranking已經跑到第44名 然後而且在不管在所有的這個評比的這個指數裡面 其實都是落後 所以台灣從這個前段班前五名 一下子掉到44名 然後現在台灣基本上是跟秘魯跟南非 還有伊朗、巴西、印度等等 是超過是還有哥倫比亞、印尼等等 這些國家是在屬於末段班 在這個新冠肺炎 所以這告訴我們就是說 就是我們做醫生的 就像我以前的那個醫學院院長講的 很重要就是我們就必須不斷的學習 不盡則退的中國人常講 不盡則退 你沒有辦法不斷的學習 那你很快就會被別人操控 美國一開始可能是排在末頓班 但是他們從錯誤中學習 而且一開始做了很多 這個crisis management 就是防 預防的保險的措施 譬如說他們不會把 那個全部的疫苗堵在一家公司 他們政府出錢投資很多很多家公司 所以到現在當初的這個花的錢 都目前都可以 等於說納售的效應開始展現出來 好 那做外科醫師人其實都很清楚 其實就像開車一樣 你一定要知道路 大家開始現在當然用了很多是Google 那其實做開刀的醫生 最重要就是要知道這個解剖 那解剖的道理 你清楚 你就不會去把這個事情弄亂 那這個這個道理 其實如果說大家有在考慮要做一些顏面手術等等 這個一定要確認你的你的醫師 在這個臉裡面 臉是一個複雜非常非常複雜的一個結構 知道說這個他的解剖一定很清楚 不然他其實是蠻危險的 換個關節 那因為不是說他不會做這個事情 或能力的問題 就是說其實最主要的問題 常常就是說大家對於那部分的解剖 不熟悉 那同樣的 我們也常常看到說這個 大海常最近有一些聲音 就是說我們的政府是一個不相信科學 也不相信專業的政府 其實我是不曉得政府到底專不專業 或者相不相應科學 但是我想其實隔行如隔山 每一個行業都有它的這個 每感都有它的know how 那我們作為一個百姓 在這個世界上 沒有人是一個完全了解所有的這些知識 所以我們必須要學習相信 專業相信一些科學的事情 那這樣的話才會避免 然後做了一些錯誤的決定 那下一個 這個就是進入今天 這個開始講一些技術上的東西的時候 還跟家講一些原理 這些原理跟等下的演講還是有一些關係 那就是說整形外科其實到底是什麼 整形外科其實就是 那就是我在芝加哥大學 帶我入整形外科的這個 很有名的一個顯微外科的醫師 叫做Larry Gottlieb 他一開始就跟我們講 我第一天上刀他就跟我講 整形外整形就是一層一層 就好像說就像做那個千層蛋糕一樣 你要一層一層 或者像日本料理做那個蛋的壽蛋卷一樣 你就是必須一層一層把這個組織 非常的了解 了解以後才有可能把這個整形外科 這個執行的正確 那有些人或者有一些醫師 他對這個解剖不是很了解 那或者說他不尊重這個整形外科 這必須分層的這個概念 就是說簡單講 那從皮膚一下子跑到 跑到很深的地方 然後又跑到這個脂肪中間 皮下脂肪中間 那這樣一來一去 那破壞了這個人體這個解剖裡面的層次 那結果就會造成一些不是很理想的結果 那最後就是說 這個是也是芝加哥大學的這個 那時候整形外科系組 他說其實所有的東西都是有很多的 我們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那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說 必須要不斷地跟人家學習 那你不管你做什麼手術 你一定要自己去找一個 已經做過這樣手術很多次 或者已經很有經驗 而且願意教你的醫師 那握著你的手先做 那因為這幾年來 其實為什麼跟大家講這些事 因為我其實從1995、1996年 那時候就從賓州大學回到台灣 那時候本來就是想說 把一些那時候在美國的整形 美容手術的觀念 帶到台灣來 然後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我回到台灣二十幾年了 其實當然我覺得是有帶一些 對於當初我回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台灣只有六、七個整形醫師 那我們一開始當然對於台灣的整形市場 應該算是有一點點小小的貢獻 但是我不可厚非 我也必須跟大家講說 其實有時候我們看到現在 那個整形美容市場的亂象 我們也是覺得說責無旁貸 可能我們在某些事情 也是沒有做得很正確 那或者說這個因為 就是唯一就找個藉口 就是說因為網路時代 這個進步太快 大家為了要擴廊擴 搶錢 所以大家就不學習 就趕快直接上陣 免得以後 市場都被人家佔了 就沒有錢賺了 好 那最後一個就是 我以前的一個好朋友 在夏威夷做這個眼整形的醫師 他叫Bob Flower 然後常常就跟我們講的事情 他說你其實 每一個醫師都有他專長的 對於某一個部位的手術 都有他比較專長的部分 那其實你的病人知道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 他基本上講的就是說 其實每一個部位的整形手術 臉上一樣 包括眼睛、鼻子、下巴等等 都有不同的做法 那因為有不同的做法 原因是什麼 就是因為每個做法 各有它的優點 也有它的缺點 那每個醫師呢 比較熟悉的做法 也不太一樣 那他這句話 那時候就是告訴我們說 其實你擅長的是哪一種做法 或者是哪一種手術 其實會在你的言談、舉止中 會讓你的病人感受得到 那你其實也不用刻意去說服 病人做什麼 然後病人其實知道 那這一點是我覺得 所有的老師教我們裡面比較不一樣的 因為巴弗拉跟我講這個事情 大概是1998年左右 那到現在已經 因為這一些年來 因為這個至少在東方的市場上 真的是已經是醫學、消費、醫療 已經變成類似一種商業行為 相當商業的行為 所以對於我們而言 我相信這個客戶可能已經不知道 他該相信什麼 那因為實在是太多資訊 那我們今天的演講裡面 就是事實上也會跟大家 讓大家觸及一些一般整形 顏面整形 比較大家不願意談的事情 好 那第一部分我們講一下這個 顏面變年輕的這個手術 或者顏面抗勞手術 那我的背景 事實上是在這個 費城兒童醫院的如眼外殼醫師 那這個就是一個兒童的頭骨 你們看到這邊 他非常非常不提 那這個原因是因為這個兒童 這個小孩子其實做過一個手術 因為他本來 他這個頭部的這一些縫隙 太早必鎖 所以無法讓腦部擴張腦壓一直增高 所以我們的手術就是把這個頭骨切開 讓那個這個兒童的這個腦可以往外長 這是我們早期在美國所從事的一些工作 那麼同樣的一個背景來看 所以我們看事情可能會從比較 臉比較深的部位 然後開始從深的部位往淺的部位來看 從因為這我的背景是這樣 反之就是說 如果我的背景是比較偏皮膚科的話 我可能會就會看法就不一樣 我可能會就先說 我們的皮膚表皮有斑有怎麼樣 那下面有皮下組織等等 所以每個人的approach不一樣 那對於我們從一個蘆顏外科 也就是從最深層頭骨的部分 來看這個有沒有老二問題 我們第一個要問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的臉不用自己了 也不用這個去逃避這個事情 大家臉多少會老 那到底是哪一部分老 這是我們在講的事情 那其實臉從這個深層 從我們叫Facial Skeleton 就是頭部的這個頭骨 然後那一些韌帶 然後到Glandural Structure 就是那些骨頭的上面 就會有一些線體 比如說人的這個兩頰這邊呢 都會有一些腮線 然後在上面呢 會有一些這個表情的肌肉 就是大家笑啊 咬啊 皺眉頭啊 抬頭啊 這些都是這個 這些Mimetic Muscles 臉上大概有17對的這個表情的肌肉 然後還有一些Facial Nerves Facial Nerves當然是人的臉上 Facial Nerves有兩個講法 一個就是人臉的第七條神經 它是專門管人的這個表情的 那事實上人的臉上當然不只這七條神經 還有大概大概有半大六條的這個 這個腦神經 那這些腦神經當然跟那個嗅覺啊 味覺啊 然後一些眼睛啊 眨眼睛等等 這些東西都有關係啊 那所以這再來就是這個 顏面神經的部分 那接下來就是有一個叫緊闊肌 大家看完鏡頭的時候看大家講E的時候看到這個肌肉會動啊 這個就是緊闊肌的部分 然後也就是這個大家平常如果有在考慮拉皮 或有在關注這個議題啊 的人都會知道說有個東西叫筋膜 這個就英文叫做SMAS 那這三層就緊闊肌 就是下半年這個緊闊肌 然後臉的這個SMAS 還有這個內部的這個另外一塊肌肉 叫做Temporal Partitus 這三塊肌肉其實是連成一體 然後跟會一直連下去 一直連到全身的這個身體部位 它會形成一個叫做Skaba的Fascia 所以等於它這個就是簡單講 就是它會在這個皮下組織裡面呢 另外成一個連續的一個體系 然後這個這個體系是一個等於支撐點 那如果沒有這一層的話 人的這個整個臉啊肚子啊 就會變成好像一張一個瀑布一樣 就會直接往下垂啊 就人的樣子就不會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SMAS在這個拉皮手術 或者顏面整形啊或者陰波拉皮等等 都是有這個舉足輕鬆的關係 那接下來就是所謂的皮下脂肪 那皮下脂肪大家就知道說 其實年輕的人的皮下脂肪會比較多 所以你看到臉是非常非常的暈秤 那年紀大了以後呢 因為這個地心以地有關係 臉上一些脂肪會往下滑 那往下滑的同時呢 這個韌帶又不動的話 那就會造成這些 有一部分呢這個脂肪 皮下脂肪變少了 因為下滑的關係 那另外一部分呢 像法令紋的這個正上方 就會造成這個皮下脂肪的累積 所以就是造成這樣的現象 那最外層的話就是這個皮膚 那大家也知道這個皮膚 當然就是這個大家都應該是很清楚 可以看到說隨著年齡啊 真的這個皮膚啊 就沒有辦法像嬰兒一樣啊 那總是會有些斑斑點點 會有些皺紋 這個是沒有辦法避免的一個現象 那我們現在講的時候 顏面老化我們要看 其實我們現在剛剛很簡單 從深層一直到淺層 把臉上分為了這個六個 六層就會把當作說 那個一個公寓 有六層的這個樓房一樣啊 那下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這六層裡面到底哪一些東西會變老 其實人體的這個腮線體啊 或者這個表情的這個 這些肌肉啊 跟年齡是沒有關係啊 人不會說因為那個年齡的關係啊 這個就沒有辦法笑啊 那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這個神經其實基本上 都是還是健康的啊 那腺體還是會分泌各式的唾液等等啊 那人的從外表上來 會老化的是這幾個東西 所以第一個就是皮膚老化 再就剛我講過了 就是皮下脂肪組織啊 會有一些變化啊 它的這個啊 什麼有些種變多 一些種變少 會變得不硬秤啊 那再來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整個臉啊 或者肚皮的這個支撐點很重要的啊 這個筋膜層就是SMASS這一層啊 那當然呢 人的頭骨啊 其實隨年齡啊 也會多少會有點萎縮 會有點萎縮 那這個萎縮以後會造成一些現象就是 因為等於是內部的這個 這個支撐了退後了啊 所以會造成外表的這個組織呢 會變成好像多了一些空氣 就會造成下垂的原因啊 這些都是喔 臉上會老化的事情啊 那我們從我們的啊 作為一個讓臉變臨的情況 基本上你如果想要讓臉變臨 就是你不用去管那個線體啊 或者管那些表情的肌肉 或者那個眼面神經啊 你只要針對這個事程啊 去做一些處理就可以 那最簡單的就是 這前面下面這三個呢 你就一般拉皮手術 或者音波拉皮 或者一些啊 醫美的這個療程 所在治療的東西 譬如說玻尿酸就是 填補這個啊 這個皮下組織 產生的萎縮的部分 然後打那個什麼啊 什麼雷射 就是處理皮膚表皮的這個老化部分 然後五爪拉皮 他可能就是把這個 Snap的東西往上勾一下 然後當然有一種內似鏡的拉皮 就是或者說 有些人在像鼻子旁邊啊 這個叫做啊 這個Puriform Aperture 這邊有一些萎縮 他把它填起來 就顯得看起來都比較年輕啊 這時候是一般整形外車 在啊 在這 替客人想要讓他變年輕啊 所採取的一些手段 其實不外乎就我剛剛講的那四場 那我們 我第一次做這個拉皮手術 大概是1992年 所以距離現在已經快30年了 那30年的時間呢 其實當然是一個很漫長的時間 那我們也做了很多手術了 那基本上整個train啊 就是其實最早其實就一開始在學的時候 當然我們不敢去碰那些 比較深層的組織 譬如說 就底下組織啊 筋膜啊 甚至於還要穿過這個神經啊 來處理這些人體的這個更深層的組織 當然不敢 所以一開始大部分的醫生都是從這個 我們叫拉皮就是 就是崩皮啦 就是把那個表皮掀開去 切塊皮把它縫起來 基本上那樣的事情 那慢慢慢慢等於有經驗 他就會開始往下層一直做 就做到這個筋膜層去 大概是這麼一個train 那其實大家應該也聽很多啦 反正如果是差不多我們這個年齡的人 大概60 就baby boomer 身後嬰兒潮 大概應該經歷過兩個整形的這個階段 在東方啦 大概到192000年 2005年以前 大概是比較偏手術 比較偏手術 也就是說你找這個醫師 他的手工好一點 縫工好一點 然後大概是這樣做 然後2000年 2005年以後呢 就會非常非常多在亞洲 包括台灣啦 馬來西亞 柬埔寨大陸 內地等等 都很偏這個叫醫學美容 那也就是說 就利用這種微整形 或者比較非侵入性的這個方法 來改變人的這個外表 這個跟美國比較不太一樣 美國可能是西方人 可能那個皮膚鬆弛更快 他們比較做手術的比例 比起東方是高 significant higher 就是明顯的是高一些 那臉部分 我們從上到下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額頭的部分 簡單講就是從眼睛或者鼻梁畫一條橫線 往上的部分 叫做額頭的部分 那傳統的做法就是所謂的先頭皮 大概可能聽過這種以前的故事 就是從這個耳朵到耳朵呢 拉一條手 傷口 然後把它打開 然後把這個整個額頭往上推 這樣的一個手術 那後來呢 大概在 我在開始學 當整形醫生在199798的時候呢 就是有一個train 大家就開始用這個內視鏡 來做這樣的手術 就是不用像以前那麼大的一個傷口 那臉頰的部分呢 就像我剛剛講 最早其實這個拉皮手術 就只是針對表皮 就切一塊皮把它封起來 就像跌倒把它封起來一樣 那慢慢的會越做越深 大家對臉部的這個解剖 越來越了解 那就越做越深 然後就到這個 做到腺體以上 這個叫做high mass手術 那脖子的部分呢 以前的話當然就是 會去崩那個 皮膚而已 就把脖子的這個皮膚 把耳朵的後面推 推過去以後把它封起來 那麼慢慢的呢 大家就開始去針對這個頸廓肌 還有這個也就是 剛剛講過頸廓肌 就是等於是脖子的這個筋膜層 也做了一些處理 大概是這麼一個train 那傳統的手術的話 大概就是這麼一個 這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最傳統的這個額頭拉皮手術 所以它就是有一個傷口 從耳朵到耳朵這邊劃過來 然後把這一塊多的皮切掉 然後縫起來 那內視鏡手術的話就是 它不用這樣一個大的傷口去切 然後就變成幾個小洞 小洞 那它的做法不是切這個皮 它是把這個額頭 用幾個小洞 然後從到眼眶這個部位 這整個範圍內 用個內視鏡的這個器材 把它跟骨頭撥開 撥開以後把整塊額頭往上推 往上推 所以它沒有剪皮 那這些鬆弛的皮跑哪裡去的呢 就是往後面去的 所以簡單講就是說 內視鏡手術當然看起來 好像傷口是比較小 4到6個小傷口 然後這個費用也不是頂高 你做一做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 它是因為它沒有把多餘的皮 或鬆弛的皮膚剪掉 它是等於把整個額頭 鬆弛的部分往上推 所以它容易造成就是這個額頭 然後這個髮線會往後退的這種一個現象 那當然這個傳統的這種 什麼叫corona lift 這個先頭皮的做法 當然是有一個很大的傷口很可怕 但是它的好處就是它會把鬆弛的皮膚剪掉 然後而且不會造成這個髮線 越來越高的現象 所以各有利弊 那現在當然大部分人應該都做這個 比較偏向走內視鏡的這個手術 所以大家剛剛也能看到 因為它這個額頭會變得越來越高 所以對額頭高的人是不太適用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另外一個方法就是我們叫做骨膜拉皮 所以大家想我剛剛已經講過 人體分為很多層 但其實骨頭的正上方 也就是骨頭的骨膜的下面 骨頭的正上方 那裡面其實是沒有什麼痛感 沒有什麼神經 因為它下面就是等於桌子的正上方 它沒有別的東西 那其實它是一個很安全的東西 那其實你用骨膜 骨膜生成的這個拉皮手術其實非常非常快 效果也很好 缺一點就是因為它是一個很深的手術 所以它做起來 手術時間可能是45分鐘 那麼但是它因為很深的關係 所以它那個腫的時間就很久 所以可能會腫的大概一個 這個三個月左右吧 兩三至少是45天 會比較久 所以那這個是我們早期在做的 這個內視鏡額頭拉皮的一些結果 這個傷口當然是沒有了 就是在這個上面這邊擠不動 我們把它撥到這個眼眶這邊 把它往上一推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眉毛就往上去了 那人就看得比較年輕 這個都是早期內視鏡的手術 那同樣的這個內視鏡的做法 也就是這個不切皮的方法 慢慢的就很開始就是大概我們在1997 98的時候就開始開發出之後 就利用這個一個在耳部上面的一個傷口下來 然後把這個臉往上推 然後固定住 然後不減皮這樣一個做法 那這個也是可以做的 這個很早就可以做了 這個也不是什麼很困難的手術 但現在還是聽說本來因為五爪 八爪、七爪各式各樣的東西在廠商在推廣 應該還是有蠻多人在做這個事情 那這個就是你在做這個內視鏡手術的時候 可以做到中臉 你可以看到這個本來是整個臉已經垮下來 這條圖線 這做完手術會變成有一點這個曲線 其實人的臉 人的眼睛是很有趣的 這個你從左邊右邊一看 它是不一樣的 但是你實際去量它的改變其實有一點點 這告訴大家說其實人的臉對於這個美醜 其實它的變化不需要很大 其實一點點的變化 就可以造成這個視覺上很大的改觀 那有些時候大家去打那個玻尿酸肉毒 那有些都是打得過量 所以那個臉都變得非常非常不自然 因為其實自然的臉的那個 要造成一個人從年輕變老 或者從老變年輕 它所謂的這個體積的這個改變 實際上非常非常的少 但一般而言 大概你只要改變兩三CC 兩三CC大概就是我這個小拇指 這一節的這樣的一個體積把它放對地方 其實就可以得到滿好的這個變年輕的效果 大概是這樣 那深層的部分大概就是這個 針對這個 剛剛講的是額頭 接下來是對臉頰部分 就處理這一塊法令文上面 累積了這一塊脂肪 還有這個嘴角 這一塊垂肉 這個中文應該叫木耳文吧 反正這個商業化的這個醫學 當然這個名字 這個為了行銷方便 有許多許多這個名詞 你三個月不看那個廣告DM 你就已經忘掉說現在又流行什麼 比如說這個法令文 這個就是法令文 學名叫法令文 那這個嘴角這個叫 英文叫JOW JOW 那這個其實就主要要處理這個 中臉的部分 臉頰部分 那臉頰部分的做法 基本上第一個就是它的傷口 是在哪裡 傷口的話剛剛講過就是 你就是從這個 基本上就是繞著耳朵走就是這樣 繞著耳朵走 那這個我常常每次諮詢的時候 都會跟客人講 其實你要處理不同的問題 因為你必須希望這個臉是往上拉 你要處理法令文的話 你的傷口基本上一定是在這個耳朵上面 那你要處理這個嘴角腿肉的話 這個木耳文的話 你只要往上一比 那一定是耳朵的前面 那你要處理這個脖子的問題的話 你就是要 耳朵的後面就會有一個傷口 這是一個不便的一個原理 我再講一次 你要處理法令文 你的耳朵的上面就一定要有一個傷口 你要處理嘴角腿肉 就嘴角這個木耳文 你的耳朵前面一定要有傷口 那你要處理脖子的話 你的耳朵後面一定會有傷口 因為這個是避免不掉的一個 一個往上拉提的時候必要的一個事情 那如果那個發生 如果人家跟你說我要幫你做法令文 那傷口開在耳朵後面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是在忽悠你 那是在忽悠你 那開刀這個東西剛剛也講過 就是你可以動在這個SMAS 就是Platissima頸括劑的上面或下面 那當然剛剛也講過 以前的開法就比較怕 年輕的時候他比較怕 就開會比較低的位置 那隨著時間你醫生慢慢有經驗 就會開得越來越深 大概是這樣 那在最後再講一下手術部分 就是有關於脖子的部分 那以前我們在美國做老外的這個拉皮 那除了脖子後面會有傷口 因為這個老外的脖子太鬆了 所以在這個下巴的這個下面這個脖子 這個地方也會有一個傷口 這個叫做Semental 那再回到亞洲二十幾年來 其實早期這邊也都用有一個開個傷口 後來慢慢發覺說 其實東方人的臉的這個鬆弛程度 其實比外國人少蠻多的 所以這個Semental也就是這個下巴 下面這個傷口 我覺得除非說他這個有特別的這個 partisma banding 就兩條橫紋 大概是可以不需要 東方人可以不需要 那當然一樣這個還是說是開刀 也是潛層深層這樣的一個問題 其實基本上你如果潛層可以處理 就不用到深層去 好 然後這個頸廓肌就我剛剛講 以前的話 常常就是說這邊有一個傷口 把頸廓肌蹦在一起 中間的頸廓肌縫在一起 那但是越來越發覺說 在東方人其實這個動作 可能不是那麼必要 你其實只要用脖子往耳朵後面拉 然後可能這個下巴的部分 用跟臭指管簡單的抽一下 這個幾分鐘的時間就可以處理 沒有必要就是讓客人在這個脖子下面 再多一個傷口 那到了講到拉皮的話 那當然就是學問就很多了 那據我估計就粗略的算一下 其實我聽人家說過好像什麼 雙眼皮專門做原整型的醫師說過 這個人的臉這個做雙眼皮的這個做法 在文獻上也就是說醫療文獻上 發表文獻上大概有幾十種做法 拉皮的話那當然也是少不了這些 雙眼皮我印象中 然後就好像五六十種做法 那這種臉頰的話 就是依照這個不同的部位 這是臉頰 那這個是內部 就是耳朵上面的部位在這個脖子 那每個部位的你如果走的這個樓層不一樣 那它就是叫做不同的拉皮 那這個看起來全部都在皮膚下面 表皮下面就是最簡單的那個表皮拉皮 那如果走在這個筋膜層下面 這個就叫做Smith拉皮 類似這樣一個概念 那當然你可以越走越深 走到這個剛剛講過這個表情 肌肉這邊 那這邊就有很多眼面神經等等 那這個是緊迫肌等等 那你就會有叫深層拉皮等等 有不同的名詞 但不管怎麼樣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方法呢 大家應該搞得大家好像不知道怎麼辦 其實這個就像我以前的老師常講 為什麼不同的方法就非常簡單 有不同方法的原因只有一個 就是因為沒有最好的方法 那沒有最好的方法呢 那作為消費者會想要讓臉變年輕的人怎麼辦呢 那你就要找一個誠實的醫師 他會依照說他能夠提供的服務 那跟你分析說 比如左邊這個方法 他優點是什麼缺點是什麼 那他的費用是什麼 他所花的時間是什麼 還有右邊這個方法 優點什麼缺點什麼 還有費用 等等他的風險也都不一樣 那其實只要那個醫師能夠誠實的 把這個正確的這個資訊呢 跟消費者溝通 那消費者其實不管怎麼做決定 其實都沒有一個正確的答案 其實也就是我常跟他講 其實只有說是不是 沒有說對不對 所以每個消費者的臉 或者他的狀況 適合的手術 假跟乙是不會一樣的 這是在做這個 顏面拉皮手術說大家要注意的 那我個人其實 大概就像我剛才一開始跟大家分享到 其實我們的這個 每一個人都是跟他的教育有關 那我是在芝加哥大學學醫的 然後整個整型外科的訓練 也都在芝加哥大學 所以我的想法做法 可能就比較偏芝加哥大學的那種 學院派的這種做法 那比較不是像賓州大學 我在那邊也待了一年 就比較是比較行銷派 比較這個比較市場派 應該這樣講吧 比較市場派 每個地方做法都不一樣 那後來我們做比較多 事實上就是有一個技術叫ESP E Extended Suprapartisma Lift 那這個手術 他的當然有他優點跟缺點 他的好處就是我們是保持在這個 這個筋膜層的正上方去做這個事情 那他的好處就是 他是Easy Sculptured Face 因為他等於就是在這個皮下脂肪的 這個正下方 所以你在那邊 你如果說臉上哪一部分的脂肪太多 太少 你把它打薄或什麼 你在這一層可能很容易做得到 那這個手術最大的優勢 當然就是因為它也不是太深 所以對於這個顏面神經的傷害的機會 就相對的小 那麻煩就是說 他等於有點開刀 我常常笑 早期的時候開很多 就跟那個護士講 那我自己覺得好像是米開蘭基羅一樣 有點像在 因為他是從這個皮下組織的下面 往上開 往表皮開 所以有點是從 就是好像在那個天花板畫畫畫一樣 這樣的來做雕刻這樣的一個動作 所以對醫師的體力可能影響會比較大一點 就比較累一點就對了 大概是這麼一個事情 那這個手術有一個最好的一個應用 在亞洲地方我覺得是要提一下 因為亞洲早期有很多人打很多的矽膠 然後這個所謂的矽膠 就造成這個臉部的嚴重變形 那你要處理矽膠臉的話 矽膠臉說一個臉變一個像大餅臉一樣 那你想要把它變成比較那個順一點 變小一點 有些人就擠幾坨這個 這個外來的物質在這個嘴角的部分 垂在那裡 那看起來事實上當然就是 不是很理想的一個狀態 也讓很多人這個打得矽膠的人 心理上生理上都產生 蠻不好的一個後遺症 那要處理這個小真臉的事情 就是這個技術 事實上算是我個人認為 那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方法 那我從美國回到台灣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當然因為我是在國外學習 然後老師同學都在國外 所以想法等等 跟台灣的 或者這個亞洲訓練的時候 醫生比較不太一樣 所以我當年體價其實就是 主要就是利用這個技術 來處理一些那個臉上有打異物的小真臉 這樣的一個事情 所以現在回頭來看 所以每一個人都他生存法 雖然我在台灣沒有所謂的這個什麼人脈 就病人的這種人脈比較少 那時候回來的時候也很幸運的 利用這個技術 處理了蠻多這個小真臉的問題 那也可以得意在這個台灣可以立足 那我剛才講的就是這個 這個叫ESP這樣一個拉皮的方法 大家可以看到他不管說 不是說拉得很緊 他基本上他就可以等於把這個 這個下半年弄得非常非常的運蹭 那其實我想這個運蹭這兩個字 在做臉部的手術的事情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其實我剛才已經講過 人的眼睛對於臉部的這個觀察 是非常非常敏銳的 哪怕是一點點的凹陷 或哪裡一點點凸出來 就凹凸凸不平 這樣都看得出來 那這個手術的好處就是 你如果照規矩把這塊組織 在整個SMAS的這個正上方好好做 它是可以產生一個非常非常均勻 運蹭的點 不會造成其他方法 那一些不運蹭的這個後遺症 那當然就是我講過了 就是當然你可以 可以把這個手術在往更深的地方做 那裡面的話就有很多這個 看到的臉上有各式各樣的神經 比如這個是 frontal branch 這個buccal branch 等等等等 各式各樣的這個神經 那你們看到有些人做完手術以後 眼睛會亂砸 其實那就是其實是傷到神經 傷到這個比如說這個 這個叫眼輪砸機的這個神經 你如果傷到它的話 那神經長回來說 因為這個眼睛這個 會不自覺的這個砸眼 所以回到這個 我們叫做顏面整形 或顏面這個手術的這個一個 一個基本的一個 一個我們叫兩難 所以一個是說客戶自己 從鏡子裡面看到的自己 那他會跟你說我想要這邊 拿什麼題 那另外一個是客戶的 以外的人看他的臉 其實這兩個結果是不一樣 所以常常我們作為一個整形醫師 其實覺得很 整形是難為是這樣 你明明從你專業的角度來看 這個臉實上是 比如說蠻線啊 有一條凹槽啊 很難看 但是客戶不知道他這個臉已經 已經變形了 他會來跟你說 我要怎麼樣 又要打什麼 那他想要做的事情 你心裡明明知道 那是不是很正確的 但是有些時候實在是 也真的不知道 怎麼跟客戶說明 因為他眼中看到的東西 跟你看到的那不一樣 那這個時候就是所謂的醫德 這個道德就很重要 不然的話有很多人比如說 我也常常講到這個 要打玻尿症一打 我說打幾CC打十幾CC 我聽了我都快昏倒了 因為十幾CC 你做一個全臉的拉皮 用3D的技術來測量的話 全部的這個下臉 拉到上臉的改變 才差不多三CC左右 那麼他一下打十幾CC 那就不曉得那個臉不變形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這邊講一樣很多的神經 要注意 因為假設這個神經傷到 那客人自己是不會知道 但是他旁邊的人是看得到 比如他在跟你講話的時候 常常不自覺的跳動一下 或者嘴巴動一下 這些神經受傷 是常常見到的現象 大家要注意 好 那麼還是回到原點 第一個事情 就我剛剛講過 這個西伯拉底 就講過一句話 就是說你不管做醫生做什麼 第一件事情 你不要去傷害別人 不要去傷害你的客戶 那這個就是我們現在 這有點紅了不好意思 但我覺得這個 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 像我常跟他講 我們現在以前叫整型外科 那現在我們其實是叫做環保外科 所以我們基本上 像我們在少數 還在做一些手工 把這個臉部 到傳統做法 慢慢做了這樣子 你去打開這個臉的時候 你就好像清道夫一樣 環保一樣 你看到各式各樣的那種 線材啊 那種材料啊 你也不知道哪裡來 這個是看不清楚 我知道 這個就是客戶打的小針 你就看到那個好像是 挖礦一樣 挖一挖到 開到這裡 這邊兩條線跑出來 然後過去那邊一下 又一堆那個 乳白色的東西跑出來 就真的是步步驚心 到處就好像到處有驚喜 那其實這些東西 你如果事後 你問客人說 那你有沒有打過東西 那有啊 那個客醫師跟我說會吸收 那但是就是打了就是 明明就是這些亮亮的東西 一坨一坨就是沒有辦法被吸收 所以不管怎麼樣 那反正臉是自己的 所以照顧它是每個人自己的這個責任 那千萬不要讓一些不明來源 或者或者這個 你不很確實知道是什麼東西的 外來物質 跑到臉上去 因為輕的話會造成變形 那嚴重的話 有時候整個臉部 整個這個就會造成這個什麼 免疫反應啊等等 都是可能 好 那有了這一些幾次的經驗 慢慢我們現在做的手術 比較是這樣 第一個我年輕的時候都是全臉做 從額頭一直做到下巴 那一開就可能開八個小時 十個小時都可能 那現在年紀慢慢大 就是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事情 人的這個額頭 跟這個鼻子這邊 這個叫T型部位 其實老化的狀況不是很嚴重 所以也就是說所謂的 慢慢的隨年齡會學到說 比如說有點中文 因為講花錢花在刀口上嘛 你既然要開就把重點不會開 比如說你比較重要就是 比如說眉毛外側 以前就會做雙眼皮 做很多 那現在慢慢就做比較小的手術 就把這個皮剪到一點點 然後跑出來 就都很自然 類似這樣的一件事情 大概是這麼一個東西 然後另外一個事情就是 以前做手術會說 我就把它繃得很緊 但慢慢的你就知道說 你不管怎麼繃 人的這個組織是抵抗不了地心引力 所以主要就是說 我想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你繃得越緊 它掉得越快 因為你那個力道用得太大 去縫力道用得太大 那個組織反而容易穴掉 所以這個都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的 從我年輕的時候很多 有經驗醫師就已經講了 然後releas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fixation release意思就是說 你要把這個組織按這個一層一層 把它分清楚 你分得越徹底 然後把它一層一層縫起來以後呢 它就是會維持得很久很久 那你如果是急功近利 或者想要十分鐘完成 人家要兩個小時的事情 就是一個剪刀或什麼器具進去 臉裡面繳一繳 然後就縫起來 然後用力把它拉一下 然後三分鐘看到一個效果 那麼但是這樣東西是不會有效的 而且會造成很多的這個後遺症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概念就對了 好 那麼下一個事情就是大家 每一個來談手術 然後別人都會抱怨 然後他就會擔心的事情 就是這個臉部傷口的問題 那我常跟人家講 傷口縫合其實很重要 那傳統的這個做法 就是這樣一個傷口 它傷口會從這個頭鼻這邊下來 繞過耳朵 然後繞著耳垂到耳朵後面去 然後愈合好就是繫繫一條白線 但這樣做有一個缺點 所以他可能注意到 就是這樣下面蠻難得 其實這個當然有 這個為了做手術 把頭髮稍微剃掉 你可以看到病角原來是比較低的 在這個地方 那你做了手術 這個病角這個位置 事實上已經跑到這邊來 跑到這個位置來 所以你如果手術做的效果很好 那個病角位置會跑上去 所以變得有點像是 那個東北人滿洲人 滿族人這個病角很短的這個現象 那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這個 所以這個患者常常去 必須用頭髮在這邊蓋住 把這邊蓋住 那現在的做法可能就會 比較走耳朵前面家人的傷口 那這樣的話看出來 這傷口就非常非常自然 就基本上也沒有什麼病角位移的問題 這是一些小小的改變 那麼好的手術 從這個臨床醫師的角度來看 大概幾個就是 你不要看起來整體年輕不要怪怪的 然後不要有什麼問題 然後滿足這客戶需求 那客戶要的東西又不太一樣 他要的就是說 等一下第一個叫我不要痛 我們都沒有傷口 又不用恢復期 又不會後遺症 那可以維持很久 那最好讓客戶每個人都講 最好又便宜 那事實上這種東西是不存在的 是不存在的 但是人就是活在希望裡面 當然有這種想法 我們也無可厚非 但是理性的 因為臉是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尤其在現在這個社會 非常非常重要 大家應該要理解說 這個想法歸想法 這種事情要知道是不存在的 那在進入等下講一些科技之前 我先再講一下 就是說其實我們我個人 覺得這幾十年來的學習很多 那跟每個客戶其實都是一個學習的機會 但是我個人其實我覺得 改變最多事實上是在這個 不是在手術本身 我覺得現在手術跟以前手術其實是差不多 最後結果其實是差不多 其實比較好的東西反而是說 這個以前做這個拉皮 要全身麻醉 那現在我們其實就已經用局部可以做 以前做全身拉皮手術 我一定要放導尿管 因為時間很久 那現在的話大概也就 我這個也是跟一個病人 一個病人建議我 然後其實你根本就 不需要放導尿管 你就因為那個病 就是對於這個放導尿管 這個事情非常非常排斥 他就說那能不能穿那個尿布 那提供尿布 就可以取代導尿管的需要 那也就是因為這些改善 以前拉皮手術 當天晚上開完 因為全身麻醉的關係 擦個導尿管就會流關 留在診所裡面 或醫院裡面一個晚上 然後在那邊吐等等 現在基本上早上進來 大概六點鐘 就可以準時離開診所 而且那個嘔吐等等現象 就變得比較少很多 也就是說整個整體的經驗 我覺得這一張患痛面是過去幾十年來 這個所謂整形 顏面手術部分 真正的進展 其實是在這個 perioperative care 就是這個手術之後的這些照顧 其實這邊進步是最顯著的 好 那第二部分就告訴大家 就是說要談一下這個所謂的脂肪 在市面上 大家不管美國或者台灣 大家都很喜歡做這個事情 就是填油這件事情 好 我們現在看看這個事情 那這個概念是這樣 就是我在2002年那時候 從中華醫院的院長跟卸任的時候 一個患痛病 這段患痛病已經二十幾年了 短領之間了 快二十年了 這句話是很重要 Look Younger 就是讓一個人看起來比以前年輕 Is not equal to be young 也就是這句話 就是說我們其實手術結果 是希望讓一個人變得 整體看起來就是讓一個年輕人 不是說讓這個人變得比以前年輕 讓一個人比以前年輕就不稀奇了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是一個高庚的一幅名畫叫做 畫名叫做母親跟女兒 媽媽 女兒 你可以看到他們從畫家來看的話 媽媽跟女兒有什麼差別 你看到媽媽臉當然是比較暗沉 然後女兒的臉就比較明亮 但最重要的是媽媽臉會有很多這個 shadow 我們叫做這個peaks and valley peaks就是凸的部分 眼袋凸 眼袋下面這個類鍋叫凹 peaks 凹凸凸凸 女兒的臉就比較暈襯 她沒有什麼凹凸的東西 那也就是這個觀察 讓很多整形是大概從2000年開始 就花了很多時間就是說 我除了拉筆把臉拉緊以外 要把這個臉啊 把它弄得比較暈襯 然後這最簡單的話 這樣就是打玻尿酸啊 或者從肚打進去 那當然手術也不用 但是玻尿酸的問題就是 玻尿酸不是完全能夠吸收的 這個雖然大家都希望也認為 它會完全被吸收 但是我們從臨床角度來看 因為我們常常把這個臉打開 就看到裡面就是很多 這個參與的這些外來物質 那那個基本上 你玻尿酸打得多 你的臉就是越來越大 玻尿酸如果打鼻樑 每次打1CC大概打個五次以後 你的鼻樑就會越來越寬了 那造成一個不是很協調的現象 好 那以前我們的一個 這算是我的一個口頭禪嘛 就是說你拉了半天的這個皮 拉了半天就是一塊老皮 所以簡單講就是說 我們可以用手術把這個人的這個 臉部組織呢 恢復到這個年輕的位置 但是對於這個皮膚本身 因為它已經老了 你在怎麼做手術 它都還是一塊老的狀態 所以等於有點像是什麼 就把一個很老的 舊式設計的房子換了 你不管怎麼 就算蓋上了 就像一個新的這個房子 現代的房子 蓋了一個舊的這個壁子 那個現象其實不是很協調 所以在從2000年開始 我們就到2000年 我大概已經做了大概2000多個拉皮手術 然後就開始就是說 就是一直在專注說 如何讓這個拉上去這塊皮呢 變得年輕 那這個就所謂進入再生醫學的領域 那再生醫學的領域 大家都知道有三個支柱 第一個方法就是再生 就是斷尾求生 尾巴斷掉直接長出來 這個人比較不可能 那另外一個方法就是說 你缺什麼補什麼 就是植皮、植油 這個植果這種方法 那第三個方法就是讓 替油的組織變年輕了 就是我們叫做回春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最簡單的做法 它是這樣 就是這個是一個老化的模型 那左邊的話就是一個 年輕的組織細胞很多 然後細胞因子很多 右邊是一個老的組織 細胞變少了 細胞因子營養變少 它也是這樣的現象 所以人呢一個直覺就是 那我細胞變少了 然後我如何讓這塊組織 變回年輕的樣子 那我就最簡單 就是我放一堆細胞進去 那這個事情呢 大概2002年 就是大概2019年前 我們就開始做 那時候就發現說 其實脂肪裡面 有很多的幹細胞 那幹細胞就是負責 這個修復老化組織的東西 那我們就想法就很簡單 就是從這個客戶的身體裡面呢 抽一點脂肪出來 那把這些細胞呢 把它分離出來 然後活化它 然後在外面培養 然後把它打回去 那這樣就認為 就是說這樣打回去以後呢 這個 舊的這塊皮呢 因為幹細胞數目增加 就可以恢復到年輕的狀態 好 那這是我們2003 也就是17、18年前在做的事情 那就是脂肪分離 抽出來脂肪 抽一點點 在實驗室裡面分析培養 然後抽脂 然後就可以用顯微鏡把它打回 臉上 或者這個 頭皮上 這個團隊的人 現在還有人 還在我們診所 Anyway 那這個是 簡單的一個手術 很小 就是做了一個 打一點麻藥 抽油 大概五分鐘就可以做好 好 那你把那些做完以後呢 現在就是一個重點 很多醫生就是說 有把油抽出來 就把它打回臉上 去填那個凹的部分 其實那個 不是不能說不對 但是可能 事情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簡單 我想在這邊分享個事情 因為我們來講油的事情 其實大家要理解 人體的這個脖子以上的油 是從 是的來源叫Neurocrest 人體脖子以下的脂肪 它是來源就是叫Misodent 他簡單講就是都是 都是中國人 那一個是 一個是台灣人 一個是大陸人 所以他們的表現不會太一樣 那很多人以前早期的做法 就是從肚皮抽油 或大腿抽油填到臉上 那這個到後來會造成很大的問題 因為到了更年期以後 尤其是女生 更年期以後呢 這個原來是肚皮的這個油 到了更年期 它會開始膨脹起來 然後呢 相反呢 臉上的油的脂肪呢 會隨著年齡越來越萎縮 所以你假如說你在更年期 以前去做這個臉部植油的話 你看起來是平的 但是到了更年期以後 那個打進去的那些肚皮的油 就會開始長 越長越大 那臉上的油呢 開始萎縮 一長一來一去 那個臉部就開始產 就產生一些比例就開始變掉 產生一些不寫的現象 這個事情要注意避免 所以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也就是因為那個原因 所以我們基本上 如果要打前脂肪 都是以三五CC最多 全臉這樣再進行 我們盡量就是避免 任何超過 十CC以上的這樣的一個手指 另外一個事情就是說 你打進去的東西 它會到處跑 所以我們會建議說 你如果要在臉上植油 或者做細胞的前處理 就是要先把這個組織呢 讓它用一些比如硬波拉 比如電波拉 比如機器 讓它產生一些發炎的現象 那這樣的話呢 會讓你打進去的東西 比較容易附著在你打進去的部位 那不會說打在這裡 讓它自己流到另外一個位置去 那這個就是我們常常講的 這個叫做 就是讓這個組織 人體變年輕的這個主要的東西 因為這是從脂肪弄出來的 那裡面有很多的脂肪的幹細胞 尖植的幹細胞 但你看完全沒有黃的東西 因為裡面沒有脂肪 所以它在打進去以後 不會造成這個到更年期 不會造成這個不必要的這種生長 然後造成變形 那就是這樣打進去 那打進去 像這樣的一個手術 打進去這個當然是沒有做 沒有做那個拉皮手術 就單純的這個從肚皮的這個脂肪分離出來 以後把它打到那個臉頰裡面去 就這麼簡單 但是唯一的差別就是說 在這個注射前 我們是有用一個那個電波拉皮 把它加熱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黃黃的 還有一些陰影在那裡 那過一陣子以後 完全沒有任何其他手術 只是打一點點的 剛剛講的那個粉紅色的增進去 你看看它整個臉 皮膚質感會變得非常非常好 而且會變得非常非常緊緻 因為這樣這邊的皮膚 變回年輕時候的狀態 那這樣的手術 一樣當然可以想像 因為病人的遺失 當然不能把它全臉露出來 那當然有些時候是要凹陷 你就要填補一點點脂肪 但大家要理解 臉部的凹陷這個是最恐怖的事情 那尤其是你有些 尤其現在很多人做音波或電波 音波電波不是什麼不好 沒有什麼不好 它其實基本上就是 就像所有的東西 它是一個技術 但是音波跟電波主要 它就是靠熱能 來產生這個組織的收縮 簡單來講就是 就像我常講 它就是燙雞皮的一個概念 然後家裡有煮飯 就知道你把一塊雞的皮 你把一塊雞皮丟到熱水裡面去 它一定會收縮 類似這樣的狀態 但是所以電波音波 如果你是燙一下 它會產生收縮 但你如果做過多了 比如你做了幾千 一千發兩千發的音波拉比 或電波拉比 那就會產生脂肪的燒傷 就會產生這種 如果產生凹陷的話 那就非常非常難的填補 類似這樣的事情 那當然這些從脂肪分泌出來 分離出來的幹細胞 我們也可以拿它 把它應用在其他東西的再生上 那最常見的就是在這個頭髮的再生 那在我們這邊做法 就是利用一個顯微鏡 然後就看到這個毛狼 你看左邊電視上 你看到那個毛狼 那把那個幹細胞 一個一個打到毛狼裡面去 那你可以看到有注射過的地方 那個心長出來的頭髮是黑的 比較粗也比較密 那沒有注射的地方就比較稀 比較灰 然後頭髮也比較 那個diameter 直徑也比較細一根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待會慢慢長一些出來 你看到一些效果 有些效果也還可以 這就是頭髮的再生 那剛講的是從個人的身體裡面 從這個拿一塊組織出來 然後培養細胞打進去 但是呢 就像我剛剛講的一樣 就是說 其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願意這樣做 因為它很麻煩 很複雜的一個事情 它變成基本上是兩個手術 第一個手術要拿脂肪出來 第二你要去培養 那等一陣子再把它打回去 所以這是很折騰的一個事情 那後來大概幾年以後 就是大概我們從這個 做這個脂肪分離幹細胞出來 這個事情 大概三五年以後 我們發覺一件事情 就是說其實幹細胞作用 不是靠幹細胞本身 那幹細胞的作用 本身是靠什麼呢 事實上是靠到分泌的各種 這些我們叫做細胞因子 那譬如脂肪的幹細胞 它分泌就很多這種各式各樣的因子 就寫在左邊這邊 然後尤其在這個HGF 這個VEGF HGF就是讓頭髮生長 這種生長因子 那VEGF就是讓血管生長的因子 在脂肪幹細胞的分泌物裡面 就特別的多 那你理解這個特質以後 你就會可以 就顧名思義 你就可以 因為它有很多HGF 你就可以拿這個ADAC的分泌物 來做這個頭髮的生長 那也可以拿這個ADAC 就是脂肪幹細胞的分泌物 因為它很多這個讓血管 出現血管增生物質 你就可以拿它來治療一些 譬如說傷口的問題 譬如說什麼糖尿病的傷口等等 我想世界上現在也有蠻多公司 在進行這方面的這個研究 跟那個生產相關的產品 那這個就是一些分析 就是你那個不同的幹細胞 它分泌的這個生長因子不一樣 所以它的應用也不一樣 那你可以拿這些分泌的東西 去直接注射 就不用去用脂肪 你就是拿這個細胞 從細胞培養液裡面弄出來 你可以看到這個頭髮的生長 可以看得到 好 那我們現在接下來就開始講這個 這張相片應該是我覺得 就是最重要的一個相片 剛剛我講過就是 大概有簡短的提到一些 就是利用這個脂肪分離出來 幹細胞來長頭髮這件事情 這個大概是我們大概 十五六年前做的事情 那我們當然希望說開發出一些產品來 那我們就利用這一些 這種幹細胞的分泌物 這個老老鼠把它拿來塗在這個老老鼠 這個掉毛的老老鼠的身上 那一天大概塗了三次 然後連續塗了大概三次 三個月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發覺說 這個老老鼠的毛就可以找出來 其實早期我們的看法就非常簡單 但是呢 因為老鼠是毛很多 所以其實我們那時候就開始想出來 那這些東西呢 一方面呢可以讓毛長出來 造成毛狼再生 那另外一個東西就是我們就開始想說 這些分泌物呢說不定 也可以促進這個皮膚的這個讓皮膚再生 那這就解決了如果可以的話呢 就解決了這個我們一開始講 就是拉皮拉了半天還是一塊老皮 那你如果用脂肪的萃取物來去做的話 又很麻煩 因為它基本上要兩個手術 那中間要進隔好幾個禮拜 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就用這個乾細胞的分泌物 這個脂肪乾細胞分泌物 在2020年左右就開發出一個產品 那這個產品2012年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說它這個塗在這個傷口上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同一天 然後才一個半小時以後 這樣一個傷口就癒合了 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現象 但是事實上最令人驚艷的 其實就是類似等一下會看到 我們就看一系列的相片 這個都是塗的這個分泌物 你可以看到日期都在上面 這塗了大概三兩個月 你看它的斑斑點點都不見了 然後皮膚都變得變白 斑斑點這男生 皮膚這邊你看那些老化的現象 Separotic Kiotosi 就是陽光造成這些退化現象都被消掉 變年輕 這個類似這樣 皮膚變得粉粉的 這種現象 然後這個斑會淡化 一樣斑會淡化 都可以看到蠻明顯的這樣一個現象 這是我們的20 然後這個你如果用那樣的一個東西 搭配這個微增 你可以把這種小的 因為這個青春痘痘痘 去造成的痘痘 經過一次的處理 就可以把那個乾細胞分泌物 導入皮膚裡面 那你就可以得到一個相當年輕 看起來很年輕的這樣的一塊皮膚 那你塗在脖子上 你可以看到這個人當然塗得比較久 你可以看到 他脖子本來就因為比較少曬太陽 就比較白 你可以看到他 這個人後來回來 其實也算是一個克術 他就告訴我們說 這個東西不能再用了 再用下去他脖子變得太白了 變得跟白人一樣 他別人覺得這個白的有點怪怪的 類似這樣的事情 所以講到這裡 我們基本上是講到 就是說一開始是一個拉皮手術 可以把臉拉到你高的位置 但是拉到高的位置以後 在那塊皮膚還是塊老皮 那藉由這個新的技術 比如說幹細胞的技術 從脂肪分離幹細胞的技術 還有呢 從這個脂肪幹細胞的細胞培養液裡面 分離出來這些生長因子 那我們可以把它 讓這個老化的組織 還是可以讓它變年輕的 但是問題來了 我們大家應該知道 就是說這個人體的這個皮膚 人的皮膚跟老鼠的皮膚不一樣 那對於這個生長因子的這個滲透率 沒有跟老鼠不一樣 沒有辦法吸收的那麼好 所以所有的這個分子量 大於這個500多層的東西 都沒有辦法被吸收 那我們實驗也證實了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所面臨的下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如何呢 利用新的這個科技來增加這些 這些幹細胞的分泌物呢 被吸收的這個比例 那我們在賓州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有個計劃很早 這個是全世界最早的這個3D 3D的計劃 我們用這個3D的資料來比對這個 用這個就像那個牙科醫師 做齒膜的概念 來做這個臉的一個殼 然後用這個殼來測量 這個手術的結果 那我們這個技術當然 後來非常非常麻煩 你做一個臉的殼跟3D的輸入 可能要耗掉一整個半天 那當然後來就沒有做 那有趣的是 在這個差不多是在我們已經發表這個 從幹細胞分泌的這個保養品這個時候呢 那時候剛好是在2014年 那時候剛好3D列印的時間到期 那我們就開始利用這個3D列印的技術 來開始做一個跟臉完全吻合的 這樣的一個3D列印的面具 那早期的想法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我有這樣一個殼呢 我都放在臉上 臉上的話呢 放在臉上 然後我把保養品塗在臉上 然後把這個殼帶上去 然後加上臉上這邊一些震動的裝置 那我的這個保養品的吸收呢 就可以大幅增加 所以你就不用天天在那邊塗很多的保養品 你可以得到還不錯的效果 那這個計畫是在2014年6月開始 然後這也是透過一些朋友 幫忙一起對這個有興趣的 然後在2014年半年的時間呢 我是第一次的白老鼠 就把這個面具帶上去 那這個臉這個面具可以看到出來 跟我的臉是完全無合的 那這是第一次的這個人體的這個3D面具的實驗 這是2014年10月23號下午4點30分 大家可以看到同一天的4點33分 也就是我在同一個門那邊 我戴的這個面具才3分鐘 但我那個面具啊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震盪器很多個 這邊一共有9個震盪器 是工業級的面具就對了 好 這個面具啊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因為我是外科醫師嘛 基本上有時候耐性不是頂好 躺一躺我就要站起來 大概是這樣的事情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最讓我覺得意外是這個部分 就是我這個嘴角這邊這塊肉 在幾分鐘內好像有點淡化 大概是這麼一個事情 這個時候讓我們等於是好像發現了一個事情 就是說這個戴那個面具啊 本來是就是說用來增加這個人體 這個臉部皮膚吸收這些乾細胞分泌物的這個面具啊 看起來好像有一點點塑形的功能 那這個塑形的功能 我們那時候就一開始當然也是僵性僵乙 但是經過一些 counter playing 就是很多就一點評估 然後看它的可行性啊等等 想一想以後我們還是決定往下走 那後來發覺啊 事實上是這樣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依照臉部做出來這個3D列印的面具啊 其實本身呢 事實上是可以像牙套一樣 像牙套一樣其實或者像塑身衣一樣呢 它事實上也是有一點塑形的這個作用 那這個技術呢叫Tensegrity 叫Tensegrity 它的一個震動 那簡單講是這樣的事情 就是我們看人體的組織啊 就像類似這樣一張鐵網 那這個每一條黑線呢 代表就是所謂的膠原蛋白 或彈性蛋白這樣的東西 那如果大家你想想看 那如果這邊一條線斷掉的話 這邊這一條斷掉的話呢 大家應該可以想像說 那這一邊呢就會往這邊彈 這邊會往那邊彈 那原則上我後來我們發覺說 原來這個面具能夠塑形的原因啊 基本上大概就是跟這個原理有關啊 那我們先來看這張圖 那麼這假設我們現在在裡面有個細胞在這裡好了 那因為它平常是不會動的 所以往上的拉力是10 往下的拉力也是10 那因為重力的關係呢 慢慢慢慢慢慢 這個上面這一條 這個膠原蛋白就越拉越來越薄 那麼變成是這個拉 往上拉力少了呢 往下拉力一樣 那就掉下來 好 那這樣掉下來的結果 我們現在做法就是用一個面具 就是紅色東西把它推上去以後呢 推上去以後 在下面這一條的膠原蛋白把它繃緊 那這時候給它一個震動 一個特殊頻率的震動 那這個時候震動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下面這一條的組織呢 是拉緊的 就像拉緊的琴弦啊 那上面這條是鬆的 因為你把它往上推 這條本來就是鬆 你現在推上去就更鬆 所以你在那邊震的半天 它是不會受傷的 你在那邊震的時候呢 在這個下面這一條 就會產生一點點的受傷 所以你在做這樣的一個動作的時候呢 往下的這個拉力呢 會變得比較少 所以本來比如是十跟七變成九跟七的差別 那這個時候呢 你這個組織呢 就會往上從紅線呢 彈往上移到綠線的位置 移到綠線的位置以後你在 因為剛剛有導入一些細胞因子 然後可以增加它的修復呢 它就會在這個比較高的位置來修復它 那就會把簡單講就是把這個已經掉下的這塊組織呢 在圍觀裡面呢 把它往上一定的這個距離 就是這麼一個原理 好 那這個是我們這個 我們就有調控的 有塑型面具的那個第一個客戶 那這個是給我們當初最經驗的事情 就是這樣 他本這個是before 那他這個人是我一個好朋友 那他戴面具戴了六個月 那寄著這張下面給我 他就很開心 他就覺得他就變年輕 沒有手術 因為他沒辦法 他人根本不在台灣 沒辦法做這個手術 這是等於我們的0號 1號客人 1號客人 那我們接下來 來跟大家講說這個 怎麼做這個事情 那第一個就是說 這是一個人的臉 剛剛有你的做 他用那個模型幫他做 那個摩摩你要注意一下 你那個有聲音在影響我們 好 那第一個我們先做一個3D的掃描 那3D掃描以後呢 我們會找到這個老化的部位 下垂的部位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那這個綠色的部分呢 事實上就是沒有下垂的部位 所以簡單講 我們剛剛不是講的 在做手術的時候 這個綠色部位 其實是不需要手術的 因為他根本就沒有下垂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手術 這是第一個 這是臉部的這個 我們第一個做一個老化分析 那老化分析以後呢 我們會去比對他的3D位置 找到下垂的部位 就這麼兩塊一個地方 然後在這兩個地方呢 在這個3D的面具上 加以調整 所以等於就是一個塑身衣的關係 這個另外一個臉 每個人下垂的部位不一樣 我們把下垂的部位 在這個面具上加以修飾 然後裝上這些配件 就變成一個產品 就這麼一個東西 那客戶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每隔天 一個禮拜我們常講三天吧 然後每次待到20到30分鐘 就像你做運動一樣 一個禮拜要三次運動 每次30分鐘一樣 你就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你就可以得到還不錯的效果 那你就可以得到還不錯的效果 這個是這個 剛那個客戶也是一個好朋友 那第一次戴的時候 那麼立即效果 它是一個2點10分照的像 你可以看到同一天 三點多左右 它大概半個小時 那當然中間折騰了一下 它好像可以看到這個臉上 有一些立即的這個改變 那整個做法 現在做法就是這樣 第一步先做一個 有一個特殊的這個掃描 那掃描以後 我們會用電腦去做分析 找到它下垂的部位 那下垂的部位 就跟它剛剛一樣 找到下垂的部位 做一些調整以後 然後用一個3D列印的基礎 把它列印的殼出來 讓那個人帶上去 那現在當然做了很多課的 我們到現在大概兩三千個客人 那客人主要就分 這就是每一個人的老化分析圖 那客戶當然主要在台灣 馬來西亞柬埔寺 在大陸都有 大概是這麼一個事情 那最後一個事情 就是現在其實 大家已經了解到說 只有三個技術 第一個就是手術 那手術弄的半天就是皮 是老的 所以不適合 要想辦法把那個皮變年輕 那你要讓老的東西變年輕 目前最好的方法 就利用幹細胞的 或幹細胞的 鹹生物這樣兩個相關的技術 這是第二個東西 但這些細胞的這個分泌物呢 因為它的吸收呢 事實上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跟臉呢 完全融合的這樣一個device 一個裝置 然後順便再加上一點塑形的功能 讓它帶上去 那這樣的一個東西呢 就可以不用很複雜的這個手術啊 培養啊這樣的操作流程 就可以讓人的臉啊 一邊呢皮膚變年輕了 同時還可以達到一些塑形的效果 那最後的方法就是說 那大家會問 那你這些技術呢 跟目前其他的什麼音波電波呢 是怎麼樣的事情 那我也常常講 我說其實這個 有時候我們也覺得很奇怪 大家都有個概念 你如果說去看一個骨殼醫師 或者去做個韌帶手術 骨殼醫師開的刀 開的刀以後你的骨頭總要固定了三個月吧 固定了三個月以後 然後醫師再叫你說 你這個石膏給拿下來 我想科技再怎麼進步 至少據我所知到目前為止 你如果去做了一個骨頭手術 還是要固定了三個月 那當然馬上就有人講啊 說不是啊 但是你骨頭是硬的啊 你臉是軟的啊 所以不需要固定吧 但是最近大家不是那個 有看NBA籃球那個 那個那個 Kevin Durand 他不是傷了那個 Archid Stendent 有沒有 阿基里的肌腺拉上 阿基腺當然就是一個軟組織 你軟組織受傷 那他還是一樣 要固定個三個月 甚至更長的時間 然後才能開始復健 有趣的是 身體其他部分的受傷都需要固定 臉上的手術做完以後 竟然沒有人要固定他 那原因是什麼 不是因為他不需要固定 而是因為沒有方法固定人的臉 你總不能說 要一個人做完一個電波拉皮 或者做完一個五爪拉皮以後呢 臉上要掛個一個石膏東西 掛三個月 這個在臨床上 或者在現實上不太誤實 是這樣的一個原因 所以呢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有個3D列印的 這樣的一個技術 跟這個調整的裝置 所以我們現在等於是說 歷史上第一次 你做完顏面手術 不管是手術拉皮 或者五爪拉皮 或者做玻尿酸 或者你做電波 或者做音波呢 你總算有個固定器 那有個固定器以後呢 你的這個手術的結果 花了很多錢呢 去得到的這些結果呢 就變成總算有個維持器 可以維持它的效果 所以簡單講 就是這個面具呢 可以開始跟這個音波呢 機器呢 或者開始一起合作 它就是一種固態面膜 或者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這是我們剛剛一號病人 那就是剛剛那個課 那當然有些人就更年輕的 那就是很多 那很多這樣的案例 那如果大家有信 這是手術病人的固定器 那大家有 我們現在也可以依照這個 病人的需求 那病人做的是全臉的音波 慢點音波 還有它的比如說 它是有什麼想要睡眠 舒眠啊等等的 各式各樣的這個需求 那有不同不同的設計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更多的案例等等 這些有一些有授權 我們使用它肖像的這個東西 你可以大家可以記一下這個這個網站 叫做Triper Dougher Miracle Mask 那你上去就可以看到一些資料 那總結今天這個整個演講 其實隨著我們年輕的時候 當醫生都喜歡做越大越複雜的手術了 那這樣證明說自己的能力是比較好的 那隨著年齡漸長 就慢慢真的覺得說 越簡單 Simplicity is beauty 簡單就是漂亮的事情 所以Simplicity不是說什麼都不做了 只是說我們希望 做的事情越來越精簡 也就是把那個時間金錢 就把彼此的時間跟我們的成本花費 都用在這個重點上面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個裝置 那這個裝置 你如果其實從年輕的時候開始帶的話 你基本上就不會老 那麼你從如果比如說五六十歲 你如果做個以前的話 你就做個音波 那過個幾個月又要再來一次 等等等等 但是現在你可以利用這樣的一個裝置呢 你也可以比較長期的維持 這個音波拉皮啊 電波拉皮啊 五爪拉皮啊 這些等等等等 各式各樣拉皮手術的這個效果 那當然這具體說 這樣一個卡通 當然還不是完美 說不定 未來我們也會有這樣的 我們也會繼續努力開發更好更新的這個技術 希望讓大家呢 可以在家裡面輕輕鬆鬆都別變年輕 那剛剛講的相關的技術啊 在我最近有一本書啊 有簡單的寫的寫在裡面 那有興趣的人呢 可以上去看一下 那這個書叫《意識共生》 裡面探討滿多的 除了剛剛講的皮膚的變年輕 臉戀年輕外 也有一些 跟這個全身這個 讓全身變年輕的一些那個 那個 敘述跟技術啊 好 那當然這個東西呢 還是可以有很大的空間呢 我們可以繼續發展喔 然後跟改良啊 希望有一天呢 能夠跟大家那個 能夠一起 有機會的那個合作喔 好 那這邊一個小短片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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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今天的那个演讲就到这里 那现在给大家 希望给大家几分钟时间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来讨论 谢谢 那谢谢潘医师带来非常精彩的演讲 那线上的朋友 有挑好论 或者是提问的朋友 你可以将你的麦克风 静音关闭 那跟潘医师做个提问 还是这边线上有一个朋友在留言提问说 刚刚你提到这个面具啊 大概几岁可以开始适合戴这样的面具 那这是一个好问题了 其实这个面具 这样讲 其实你爱漂亮的人 你就戴吧 因为它就像牙齿的维持器 就是比如你如果讲 我们像讲一个比如说 30岁的太太刚刚怀孕生小孩子 因为怀孕的时候会水肿 脸会比较有点膨胀 那生完小孩以后 脸会开始快速 脂肪水肿会萎缩 所以有时候就会产生一个下垂现象 而且怀孕对于妈妈的身体 也算是蛮大的一个负担 所以中文才讲什么黄脸颇等等 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的一般的讲法是这样 比如说生小孩那个年龄 如果有这个保养认知 其实就可以开始考虑做这样的事情 那再来就是说 你如果到了40几岁 然后脸上其实开始已经有些下垂现象 那如果是很轻微的话 那当然就是你用就是塑身衣 这样的概念就可以 就是一个塑形面具就可以做 但是如果更严重一点 就是就下垂到 比如说已经有一点点那个嘴角垂肉等等 那可能就要借助一点音波 那我们讲的音波不是说什么 500发600发什么1000发 我们讲音波是50发或者什么100发 这样的东西针对下垂的部位 做一点夹着产生一点发炎现象 那再用一个外来的这个面具 把它做一点压缩 这样就会产生相当好的塑形效果 而且可以长期维持 然后当然它第一它没什么副作用 它很安全 那最重要它就是它效果可以一直带 这个面具可以一直带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费用 也是比传统的这一些治疗方式 可能可能是三分之一都不到 这样的费用 它有什么问题 所以简单讲就越连想到的时候 开始注重保养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考虑这样的一个技术 那现场的朋友是否还有要提问的 来请说 我这边请教一下 因为我接触一些高龄者 他们的观念是说 觉得身体健康比较重要 那脸漂不漂亮就不是那么要注意 那今天听了演讲是 我是觉得说 其实把它想成皮肤 要健康 我觉得也是一样 我们要去照顾它啦 那刚刚听到说这个面具 是不是说它应该是要搭配 你们研发的这个保养液 然后来应用才会更有效果 还是说如果我们是用自己的保养品 然后只是带这个面具 会有一样的效果吗 那到底是要用多久才会 这个效果会比较固定 或者是还要一直一直都要持续用下去吗 好 谢谢 不客气 这个很好的问题 其实这个重点就像运动 我常跟人家讲说 其实大家不要再多想 你把这当做健身房去运动 你一个礼拜要去健身房几次 那你长期使用这个面具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 一个很长期的效果 这个是没有问题 那有关于说你这个面具 要搭配我们的保养品 还是别的保养品 其实应该这样讲 我们当然是希望说大家搭配我们研发的这个保养品 但是事实上您想想看吧 你买了那些保养品 到底有多少真正被那个皮肤吸收 那其实都是值得讨讨论的一个事情 那你如果有一个面具 像这样的一个面具 那加上一些震动的功能 那你的 不管是你的或者我们的保养品 它进入皮肤的这个比例的这个效率都会好很多 所以事实上你等于就是你本来以前给一瓶保养品 擦完一瓶保养品才得到效果 可能是现在三分之一瓶或四分之一瓶 就可以达到一样的同等的效果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 其实人的这个外表跟这个身体健康的关系 其实很有趣 中文有个讲法叫相由新生 中英文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去讲这个事情 基本上就是说一个人不晓得为什么 那个你如果身体健康的人 他外表基本上看起来就是会还不错 同样的人的外表如果变年轻健康的话 对于这个身体的健康 相对也有气色 就也会有一些影响 那我们最近在这个有关于这个意识共生 就我刚刚讲的那本书上面 其实已经的研究 已经开始慢慢发掘一些现象 其实这个皮肤本身 皮肤本身对于全身身体的这个老化 是有密切的关系 那其实简单讲一句话 就是人体的这个皮肤 事实上就是身体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排毒的一个器官 不是只是排汗 其实皮肤里面呢 它会分泌掉很多专门吸附 吸附有这个有毒物质的这些蛋白质 那在皮肤分解掉以后呢 它才会重新回到肝脏去生成 这些新的这种什么叫做球状蛋白 所以皮肤的健康跟年龄看起来 跟全身的这个年龄 全身器官年龄会透过我刚刚讲的那个机制 产生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关联 那这个研究我们正在如火如荼的在进行 那有进一步的发展 我再找机会跟大家报告 好的 那线上的朋友有没有要再跟潘医师做提问 好 其实它是两样不同的东西 拉皮就是把一个东西直接缝到比较高的位置 那面具就像硕身器 它是把一个比较低的这个皮下脂肪 或者主持把它推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它给人家感觉不太好 就是简单讲因为拉皮是比较快 但是它的效果有时候会不是那么自然 然后面具效果会比较慢 然后但是它效果会比较自然 那拉皮的话你可以把它拉上去 但对皮肤的年轻化完全是没效的 但是甚至于是有害的 因为你皮肤受伤啊 经过手术这个刺激啊 可能也有可能老化了 速度会变得更快 然后用面具的方法 就是事实上就是一举多得 它可以对皮肤变年轻 人脸变年轻 然后也有拉 有推皮的功能 把皮推上去这样的一个功能 所以它是不是完全一个拉皮的装置 它等于算是一个全方位 这个一个对抗地心引力的一个装置 那拉皮是可以对抗地心引力 但是它的因为我刚讲过 其实传统的认知错了 就是你是把它拉上去不是这样 它事实上只是把它拨松 让它重新 让它分布在比较高的位置上 所以拉皮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名字 它事实上应该 应该叫做是一个崩皮的一个手术 它没有在拉 那所以它是一个不同的一个技术 那虽然在有些功能是有点重复 希望这样有解答你的一些疑惑 好的 那现场的朋友是不是还有问题要跟潘医师做提问 那如果没有别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研讨会就到这里 刚刚不好意思有一个朋友要举手提问 你说 是杨先生吗 来请说 没有没有 我听了 杨先生你有问题要提问吗 没有 好 OK 好 这边线上有个朋友发问说 请教潘医师 拉皮的手术有没有风险 拉皮手术你如果找到会拉 大人没有什么特别的风险 因为这种是一个消费性的行为 所以说 但是怕的就是 没有经验 他当然有应该这样讲吧 开车有没有风险 当然有风险 你找没有经验 新手上路 当然有一些风险 或者说 什么事情都有风险 但是就说 你如果在 in the good hands 就是在这个有经验 然后有 之所进退的这种 医生的手上 基本上是相对安全的一个东西 比较危险的手术 反而是像那个什么双眼皮手术等等 因为他有一些不可控的运速会多一点 比如像那个什么产生粘连等等等等 是比较大的问题 OK 大概是这样 好 那现场还有朋友要提问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线上的简讲就到这个地方 那非常谢谢潘医师今天带来非常精彩的演讲 那也谢谢所有的参与者 那我们下次的讲座再见 谢谢大家 OK 拜拜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